骑血 经外骑血的话 我们先从头部 讲到躯干 四肢 等等一些穴位 就是我们第一个头部的经外骑血的话 就是四层穴 四层穴的话 我们先要就说先找到了 那个百慧穴 百慧穴的在就是 在四个位置 就可以 一般的话旁开都是一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那个四神聪 四神聪 就四神聪的功效呢 它就有吸风 止痛 安神补老 迷目开窍 主要治疗了一些什么呢 失眠啊 健忘啊 癫痫啊 头痛啊 寻晕啊 老吉夜的一些 老吉夜 或者大佬 发育部船呢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我们一般的话 选择按摩的手法是点按法 磨法 揉法啊 就说 那个 就说 我们用 那个银针扎穴位的话 一般是我们是 平针 次度 0.5到0.8寸 一般 爱咎咎雷是5到8分钟 就是 精确定位 我们就是 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是 先找到百灰穴 就是我们前后左右 各啊 棚开一寸 就是四个穴位 就是这个我们的四层葱 各一盆子 就说大家知道 那百灰穴怎么找吗 百灰穴的位置就是我先拿我们的这个耳朵尖 的连线 连线上面 与我们的正中线的交 正中点 交叉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百灰穴 这个就是百灰穴 在百灰穴的旁边 就是各一寸 旁边 就是说前后左右 四个位置都各属 各一寸 就是我们的四层葱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当阳穴 当阳穴的话呢 功效呢 只有我们有啊 吸风止痛啊 亲 亲热啊 亲力头目啊 我接个电话 喂 喂 你说你说 忙啊 我在上课 那好吧 不要说 那个当阳穴位呢 就是收风止痛啊 亲头啊 亲头目 亲头明目 安神 祖老 主制呢 就是失眠 健忘啊 癫痫啊 头痛啊 寻晕啊 一般我们也是 点按啊 点按法啊 磨法 柔法啊 一般的 就是针刺的话 也是要 我们都是 头部的穴位 基本上都是啊 平刺 啊 0.5到0.8寸 一般的 这个爱调 这个时间 比较短点 一般的 三到五分钟 啊 精确定位的话 我们先是 以我们的瞳孔啊 这个瞳孔 瞳孔的正终点 往上 直上 到我们的 前发季 前发季啊 上一寸 就是我们的 当阳穴 就是我们 一般取穴的话 就是我们 就是眼睛直 啊 直前方 沿着瞳孔 垂直向上 是前发季 上一寸 处就是我们 当阳穴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的 印藏穴 印藏穴 是很容易 找的啊 它一般的 有吸风 吸风 纸巾的 作用啊 吸风 止痛啊 等一些 作用 它主要也是 指导我们的 失眠 健忘啊 癫痫啊 头痛啊 还有那个 熊晕啊 就是说鼻出血啊 鼻子出血啊 鼻动炎啊 目翅窘痛啊 三三神经痛啊 这些 主制的一些功效 主制 就是说 按摩手法呢 也是我们 点按法呀 磨法呀 揉法 指推法呀 一般的话 也就 刚刚才就说 我们就这个 就要要 这个手 这个手法呢 就是 我们要提捏 静针 就是把这个 皮肤捏起来啊 砸进去的 因为也是平行 0.3到0.5寸 这个穴位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 解破位置的话呢 这个就 就是我们的 上额痘 上额痘 的骨头的话 就是我们 这个痘叫 上额痘 这个叫 这个叫 额痘 这个是上额痘 这个是额痘 这个是额痘 额痘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骨头啊 就是颅骨的话 这个有一个空腔啊 叫额痘 一般的话 就是啊 爱揪揪呢 一般是5到10分钟啊 一般的头 就在我们啊 定位的话 就是在我们枚 两个枚的中 终点啊 就是我们的正中线 也就是正中线的 一个点凹前处啊 就是我们的啊 印藏穴 鱼记啊 第四个穴位呢 就是鱼记穴 鱼记穴呢 举办就是说 对我们的眼睛的 一些啊 治疗的作用 一般的话 就是说 我们有清热消肿啊 消散啊 消瘀 止痛啊 输尽体积啊 组织也就是 我们的眼睛的 一些啊 问题 眼帘就煽动啊 就经常的跳动啊 口眼歪斜啊 眼帘下穴啊 还有一些 鼻子的一些啊 鼻子出血啊 就目指组的 那个目指肿痛啊 看东西模糊啊 就视力模糊啊 三杂神经痛啊 这个穴位都可以用这 也可以就说 像我们有时候 眼睛很疲劳啊 它可以按按 我们的鱼肌穴 好 一般的点按法 还磨法 推法啊 这些手法啊 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啊 频次 0.03到0.5吨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般的 不会用爱揪揪的 精确定位类 在我们的额部啊 瞳孔之上 眉毛的终点 就在我们两个眉毛 终点上面 就是我们的 鱼肌穴 同孔之上是 同孔的左边右边还是正中 同孔的正中 这不是有个图吗 这个同孔往上吗 这个图可以看得到的 同孔上吗 的正中吗 就是我们的鱼肌穴 第五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的啊 木外 木外痴 木外痴的话呢 它也就是治疗的作用呢 就是啊 失眠健忘啊 组治啊 失眠健忘 癫痫啊 三加疼痛啊 目指囧痛啊 都是治疗我们的眼睛的一些疾病 一般的按摩手法也点按法啊 磨呃 磨法 揉法啊 止推法啊 啊 就说刺 就说我们用大银针的话 一般是啊 直刺或 斜刺 0.3到0.5寸 或者用三灵针啊 点四可以放血啊 啊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用 不能用爱揪揪的啊 啊 进去另外也是在我们头部 就是我们先找到我们的煤梢啊 煤啊 与我们的 木外 木外痴之间的连线上面 连线啊 就往后一横指 啊 就一绳指的凹陷处 啊 啊就是我们木外痴啊 第六个穴位呢 就是耳尖 耳尖穴 耳尖穴的话呢 它有啊 轻热去风啊 解筋止痛啊 通筋活络 组织呢 就是我们的啊 急性睫膜炎啊 脉力肿啊啊 头痛啊 咽喉肿痛啊 高热啊 啊 这些作用啊 功效啊 组织 直次就是我们用大银针直次也是啊 0.1到0.2 二寸 爱揪的话 我们是不到十分钟 就是精确定位就是我们先把耳朵啊 耳朵的中点耳朵耳扩上 上扩上面的最高点 就是我们的耳尖穴 就是我们的耳尖穴 第七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的啊 球后穴 球后穴的话呢 就主要是明目的一个功效了 轻干穴 功效的话就是明目 就是一般的话是我们这个治疗那个 是神经 是神经炎啊 清光炎啊 内斜式啊 就是我们青少年的一些啊 近视啊 都可以用这个聚位 一般的我们经常可以按摩按摩一下啊 可以的 一般的话我们以啊 这个 就是说大家刚学的话 不要是啊 用针 那个针 那个银针去扎这个穴位啊 以为怕出一些问题 尽量就说用按摩手法是最好的 一般这个穴位的话 一般我们不会揪啊 不会揪 一般的话精确定位是在我们面部 就是在我们的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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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眶外啊 和眶内的外交叉的点 就是 眶内跟眶外 那 呃 一个是外三四分之一 一个是内四分之一的要点处啊 就是我们的啊 球球后穴 啊 第八个穴位呢就是上穴 上穴香 上穴香 上穴香就一般的话 也是治疗我们的鼻子鼻腔的一些疾病啊 也就是轻热去风啊 通窍止痛啊 通筋活络啊 有之类就是一些过敏性鼻炎啊 鼻痘炎啊 鼻出血啊 嗅觉会减退啊 啊 头痛啊 面癱啊 啊 主要是鼻不择周围的一些疾病啊 可以软张的一些疾病啊 按摩手法的话 我们点按法和插法和揉法 一般针刺的话呢就是啊 往向上斜刺 0.5到0.8寸 爱举 爱举举的是5到10分钟 啊 一般的定位在我们的啊 鼻 鼻翼软骨 于我们的啊 鼻甲 鼻甲的交接处 进我们的那个啊 鼻 鼻层沟 上端 就是我们的啊 上银箱 那个银箱 这个要大家分 分开一下 就是银箱跟上银箱 是不同 不同的两个穴位 银箱是鼻翼旁开啊 0.5寸 这个是上银箱 是在我们的鼻 上鼻上面的鼻啊 是不同的一个穴位啊 就比我们的鼻层沟 上啊 一般的话 就是这个摸到一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啊 上银箱穴 第九个穴位呢 就是内银箱 内银箱的穴位 也就也是治疗我们的啊 就是鼻子啊 枕头部的一些疾病 啊 它主要功效的 是开窍 醒神 清热泄火 组织了一些头痛啊 啊 鼻啊 熏晕啊 目视肿痛啊 鼻炎啊 咽喉痛啊 中暑啊 因为就说这个 就说一般的我们很多鼻炎的患者啊 啊 都是因为鼻塞 引起那个痒缺痒啊 以及头晕啊 头晕 头晕头痛啊 这个穴位就因为通了以后啊 我们的氧气进入的话 肯定就会减少我们的头痛头晕啊 啊 按摩搜 啊 一般不用按摩手法 一般在相应的穴位皮肤处啊 轻轻摩擦就可以了 一般的话 我们以针灸式的话啊 也是直式啊 0.1到0.2寸 啊 一般是三菱针点四 点四出血 这个地方呢 是禁咎 啊 禁止咎的 第十个穴位呢 是聚船穴 聚船穴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舌头啊 舌头上面的 它主要的功效来讲 就是清扇风热 去鞋开窍 身筋止咳 组织呢 就是咳嗽啊 哮唇啊 藏尿病啊 中风啊 中风的一些湿雨啊 按摩 一般的话 我们这个也不能按摩的啊 这个 这个就是说 也不能 也不能爱揪的 这个穴位啊 我们一般扎灵针 或者用三灵针放置 啊 点四放血 这个穴位是在我们的口腔内 就 舌背上中线的终点处 好 这个穴位 一般的话 我们要把舌头伸出来以后 才能 做这个穴位 第 第十一个穴位 第一个 十一个穴位叫啊 海船穴 海船穴有 或是戚风 清散风热的 这功效 举完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口腔的一些毛病 啊 口 口舌声声啊 呕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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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泻啊 高热神韵啊 咽喉盐啊 草尿病啊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一般我们这个也是按摩按不了的啊 嗯 一般的话就是也是扎银针或三银针啊 点子放血 一般的不会爱揪啊 就是我们 把我们的舌头转起来 就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一个中间的膝带上面的穴位 啊 膝带终点上 就是我们的海船穴 就是我们平时动作啊 用手啊 按一下呀 就感到很多 就是我们的一些啊 我们叫啊 在中意来说的话 就叫金叶啊 呃 在就是我们普通话的话 就是啊 唾液啊 普通话就是唾液 很多唾液会啊 分泌出来 第第十二个穴位是 叫金穴 金穴 金穴的话就是一般的我们的 就是舌头啊 卵舌啊 消肿啊 琴散风热啊 去血 开窍啊 身经止痛啊 需要是治疗一些口腔炎啊 咽炎啊 扁桃体 扁桃体炎啊 中风湿雨啊 呕吐啊 腹泻啊 这个穴位我们也不会按摩的啊 一般是也是用三铃针点子出血 也不能碍揪 啊 一般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在口腔啊 细带啊 左侧的静脉上面 啊 就啊 大家伸舌头啊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金穴 这十三个穴位的话就是 玉船穴 玉船穴也是软筋治疗 我们也是口腔的一些毛病和啊 和一些就是说中风湿雨啊 呕吐啊 口腔 一般的这口腔也啊 咽炎啊 啊 扁桃体炎啊 中风湿雨啊 呕吐啊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一般我们这个穴位也不按摩啊 不能按用按摩手法 一般都是啊 用三铃针点子啊 出点子放血啊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口腔内啊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十四个穴位是一封穴 一封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穴位啊 主要是说啊 啊 西封指通啊 去去协开 叫安神明墓 就是我们有些在就说 啊 大家都知道 就说有 现在不是说那个干细胞啊 现在搞得很很出很出名吗 对吧 就是说我们取干细胞 有时候也会在这个 啊 一封穴这个位置啊 取一些干细胞出来 这是有也是我们 一个取干细胞的一个地方 一个 一封穴 一封穴的组织呢 也是我们的远视啊 近视啊 百肋症啊 青光炎啊 耳鸣头痛全晕啊 失眠啊 精神性一些疾病 都可以用一个 那个 一鸣穴 啊 都是你会用一鸣穴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相簿啊 就一封穴的旁边啊 一寸就是我们的啊 一鸣穴 啊 啊 现在我们讲那个 颈部的一些啊 奇外学 就叫 颈百劳 颈百劳内有滋补 肺阴 吸风 止痛 啊 舒筋 糊落 啊 还有组织呢 组织呢 组织呢 只有织 织气管炎啊 织气孝喘啊 肺疾核啊 颈部疾病啊 倒汗啊 一般按摩手 点按法啊 那个 魔法 揉法啊 指推法啊 一般的指次的话 是0.5 到1寸 定居定位 在我们的 第七颈椎 上 两寸 啊 就是三 就是我们先找到 我们大椎 大椎穴 的上两寸 啊 就是 就是我们的那个啊 颈百劳穴 一般的话 像颈椎病 都可以用这个 啊 穴位 经常按摩啊 减少我们的颈椎一些疾病 和预防啊 啊 治疗啊 调理啊 都可以用 啊 用这个颈百劳穴位 啊 第 第十 这我们现在讲 哎呦 现在讲一个子宫穴 啊 子宫穴的话呢 它主要是 啊 调筋 笔气啊 身 身体下陷啊 主要女性的一些疾病啊 液筋不调啊 痛筋啊 子宫脱锤啊 啊 宫颈内膜炎啊 盆腔炎啊 啊 防光炎啊 和一些阑尾炎啊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一般呢 平时大家按一按 按点次 按下膜啊 点按法 膜法 揉法啊 直次啊 一般的我们 我们是直次 0.5到1.2寸 啊 爱筑灸一般5到7装 爱调灸的话 10到15分钟 这个 这个穴位只有女性有 男的 男的没有子宫穴啊 大家注意 这个 这个 不要说出来 男人的子有子宫穴 这个就是啊 不顿穴的一种说法 一般男的是没有子宫穴的 只有女性才有一个这个穴位 穴穴 啊 一般在我在我们的下腹部啊 在我们的旗正中向下啊 四寸 就旁开再置 正中现在旁开三寸 就是我们的 宫穴 啊 现在就讲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 下个星期再讲吧 现在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来 留半个小时给大家提问题 陈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那个图刚刚网上在那个海泉穴 海泉穴还有 嗯 浴液 浴液穴 就是那个 你看对 这个 对对 就是海泉 那个海泉穴 这个人的那个嘴巴 他那个石头不是往上卷是吗 你看他石头下面的那个旁边两侧那个血管 很黑的 这个黑是不是说明这个人 他可能那个血管就是说 是不是身体里面或者 什么地方血管有点堵塞啊 因为你看他 他好像很黑 那个 那个血管已经凸出了 是不是说明这个人可能有点 轻微的那个血衰或者有可能会 脑梗梗啊什么 这个就是说一般的话我们 在中医来说的话 就说他这个一般的话 这个是静脉血啊 静脉它有时候那个循环受阻啊 它会因为它含着那些 杂质啊包括一些有害者成分都是从静脉里面的吸收吧 所以他会偏症一般的话 一般的话你像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属于正常的啊 这个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 呃一个静脉血啊 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这个耳朵 就是说这个舌头旁边就这个血管 静脉血比较崎岖 就弯曲比较多 就是弯曲比较多 还有一个这个静脉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诊断为他预阻是比较厉害的 哦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预阻不厉害 因为他这个血管比较直 没有弯曲的这种症状 对这个是比较直嘛 因为这个属于正常的 这个属于正常的 正常的就每个人都这样的是吧 因为我看我 如果说你在你这个手头上看到两根或三根 它是像一个弯曲的蚯蚓一样的 那个就属于它预阻是比较厉害的 本体的预阻比较厉害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根啊 就是说旁边不能有两根 一边一根嘛 它是两根血量 两根 两根预阻 哦 好的好的 谢谢 如果说我们这两边 这一边的话出现三根四根 它弯弯曲曲的 那个它预阻的比较厉害 哦 哦好的 我们只能说它预阻比较厉害 没有说其他疾病啊 或者说口心 那么你说的那个预阻是不是说 有可能 身体里面的血环已经有点堵塞了 我们只能说它舌头 舌头这个预阻 哦 它全身的来说它的预阻比较厉害啊 哦 好的好的 谢谢 嗯 这个一般大家都要明白啊 这边的左边是金金穴 右边的话啊 右边的话是预传穴啊 大家搞清楚 这是单侧的 它不是双侧的穴位啊 这个穴位要搞清楚啊 这个穴位要搞清楚啊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黄老师你上次那个七个八都卖的七个八再发一遍吧 啊 都卖的七个八 你上上几课听了吗 来的来的来的 露了就找不到几个吧 哦 到了 这就是七个八 中区穴跟那个金锁穴吗 嗯 好了 嗯 上篇指的是十四条经络的了 十四条经脉之上边 对 14 14条经 现在讲的齐筋吗 齐外齐穴 齐外齐穴 齐金八 齐金八脉还是齐 筋外齐穴 筋外齐穴 嗯 嗯 跟齐金八脉有不同吗 不同 齐金八脉包括在经络里面 十四条经络里面 没有包括 那是里外的 里外的区别 啊 还有个问题 鼻动炎到底是什么病啊 啊 我以前小时候看到我有个cousin 他就是鼻动炎鼻子 年纪很小 比我年纪还小三十来岁的时候 老师鼻子流黄了 那个 后来有一个 有个医生说他是鼻动炎 长大了 后来就好了 就小时候有 哦 我现在跟你们讲那个鼻动炎 鼻动炎的话 我们人体有四组 四组的那个痘啊 我们到这个有 这个 这个我跟你要看到我的鼠标 这个额头上面就是我们的印象 印象穴这里 额痘吗 额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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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痘 腮痘 啊 这个是腮痘 这下面属于腮痘 这下面这个就像这个 如果说按解剖来的话 就像一个狐狸一样的 我们叫蝶痘 蝶痘 这个这个鼻子旁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银箱穴这个位置的话 嗯 属于我们的上额痘 上额痘 所以就说一般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这鼻子就说出现就说 有黄屁的话 门大部分就是鼻痘炎的话 就是上额痘 它属于上额痘炎 因为它上额痘的话 上次我可能跟你们讲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上额痘的话 就像一个葫芦 你们看过葫芦吗 葫芦的话上面的嘴是比较小的 下面是不是比较大呀 因为它是一个直立的一个葫芦的话 你像里面的所有的那个颜性的东西 它排不出来吗 是不是 它要通过缩缩和挤压 它才会排出来 所以它的颜痘越来越多的话 它影响了龙屁嘛 就好像一个有龙性的鼻涕的话 就会出现黄黄的嘛 所以它随着年龄的变化变大了 它的免律力好了是不是 它这个就可以把那个里面的那个 比上额痘里面的那个所有的龙屁 它可以挤出来 挤出来以后的话就好了嘛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说 不是上次我教过大家一个方法吗 倒立嘛 头朝下 脚朝上 它也可以治疗我们的上额痘炎的 就说你吃打 你就说打针啊吃药啊 选择这些方法都没有用的 因为它那个盐 它那个东西排不出来 知道吧 它盐 你说 你说那个那个 鼻子的盐 倒立可以有辅助资料 那个鼻钮呢 就流鼻血呢 可不可以倒立 鼻血我上次跟你们讲过 扎一个穴位啊 不是我是说流鼻血可不可以用倒立这个方式 你流鼻血的话我们不用倒立啊 我就刚上次告诉你们一个扎一个穴位 你们记得吗 如果是流鼻血的话不要用倒立这个 来来来来来 用就是你扎那个穴位或者按摩那个穴位都可以吗 OK 还有就是就说一般的话 就说大部分就告诉大家 小孩子流鼻血 今天不要去管 就是说特意去去 跟他 一些问题啊 就是说一般的小孩子流鼻血 不是说流的太厉害的话 就不要去特意去管他 因为就是说流鼻血的小孩 他不会发高烧的 不会出现高烧的 高烧的 好 培先生 我想问您啊 就是说 嗯 我还听说有时候如果小孩 流鼻血什么的 有可能是不是会白血病啊 就是说你像那 就是说流的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一下子一流的话 流大很多就是指都指不住的话 就是建议 大家去医院去看一下 好吧 好的 嗯 一般的话就是小孩子把我们扎那个穴位 就基本上可以止穴的 好的 那彭医生 那你说呢 你说是那个鼻痘炎的话 要是经常倒立会有好多 会有一些作用吗 鼻痘炎他把鼻腔里面 它会排出来吗 排出来不就是把龙腔排出来不就好了吗 哦 那如果要是鼻炎头痛 头痛的话 那就按这个硬糖穴 按摩这个硬糖穴会起 会好不好 会有好处啊 你那个因为你那个 鼻 你是少无痘炎啊 引起的 不是鹅痘炎 就说你一般拍个头部的 那个 那个 头部的那个 那个 几个痘里面的 检测 检测出来 一看就看得出来 你是哪个痘里面出现问题 我就是上额痘炎 就是上额痘炎 就是上额痘炎的话 就倒立 倒立就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你是龙屁排不出来吗 因为上额痘炎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一个 他会经常会头痛 他会经常会头痛 是啊 经常头痛我不跟大家讲解释过吗 因为你的鼻塞就是空 就是我们的空气需要的氧气 达不到吗 就会引起我们老头部缺氧 不就很出现头痛吗 我就是经常头痛 建议你就说倒立吧 倒立的话到大概就每天 头朝下 就脚朝上 他就 不是现在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躺椅吗 躺椅的话就是 把那个头脚朝上 头朝下 他自动自动的话 睡的半个小时 他自动的那个笼屁 他会流出来 再一个结合按摩一下 这个我们的银箱穴啊 上银箱啊 这个穴位啊 上银箱啊 银箱穴啊 嗯 经常按摩这个几个位置 内银箱啊 都可以按按摩 按下的话 把那个 因为那个 内银箱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 也就是我们这个 上银箱 排出的口 这里 这个地方都是排出的一些口 嗯 按按 就是说你在 倒立的时候 按按这几个穴位 剪 就把我们这个 就是说那个 上银箱的出口啊 啊 那个口把它按摩以后 它放大了以后 它促进 我们呢 嗯 那个 上银箱里面的 龙屏啊 流出来 哦 嗯 明白吗 嗯 好 谢谢 嗯 别客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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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鼻炎这个也治不了这种病 你这鼻炎按我这个方法去做 你抱眼泪可以给你治愈 嗯 好吧 我按这个方法 按这个方法 对 对 就是人头到头到就是那个到到的吧 就按摩按摩这几个穴位 银箱穴 上银箱 上银箱 内银箱 这个几个穴位 按摩 就解决你上额痘的问题 彭医商呢 就不 不能那么倒立 你就趴着床上 头朝下就可以了呗 你趴着不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要 他要那个葫芦要要倒过来的 要倒倒过来才可以 不到的话他那个没用的 你趴着没用 不是就把头朝下呀 就说你我我打个比方啊 呃我我用个船头来做做个比方啊 因为这个这个打比方 这边是属于头 这边属于呃脚啊 这边属于头 这边属于脚 嗯 一般的话我们要倒立 这样要要头往倒立吗 就是 嗯 到处外的话 那个头是那个那个鼻腔 是不是那个上五斗是往下走了吗 对我们在结合的 从我们的呃 呃银箱穴啊 呃 就是我们的银箱嘛 银箱是 鼻翼膀开0.5寸 就是我们的银箱穴嘛 按按摩啊 我们的上上银箱也按按 在内银箱也按一按 就解决了 就是说把他那个 上五斗的出口 打开了以后 他那个里面的鼻涕的 就说那个上五斗里面的 有炎症的地方 还出来 还出来以后 他就呃 就解决了你上五斗的问题 就说 因为你就说 为什么他刚才呃 他提出一个问题 就说经常会头晕啊 因为你经常会出现鼻腮 我们 人体的供养啊 就缺少了以后 他肯定会引起头晕啊 头晕头痛啊 包括有些人就画就是 记忆力下降啊 等等一些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呃 呃 佩生我想问你 就是 如果女生啊 就是怀孕了以后 呃 吃哪些食物容易 容易引起 流产 嗯 容易 有些人的话就 我看他要要看他有些东西的话 就是尽量就是我们在讲究 这针灸针灸的时候 针灸的有些穴位是不能用的吗 还有些就说吃的食物的话 尽量不要吃 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就有些不尽量不吃 一个是药物 药物尽量少吃 第二个的话就食物的话 含 含拱类的一些食物尽量少吃 就是动物的内脏 例如肝脏啊 就尽量不要他吃 不能吃 肝脏不要吃啊 肝不是毒血的吗 不不 就是说怀孕的尽量不要他吃 因为他很 那个肝脏的话 他那个毒性比较强的 肝脏不要吃 肝脏 动物的肝脏啊 不要给 就说尽量不吃 好吧 还有就说 例如女性的话 尽量不要喝咖啡 哦 龙茶 都尽量不吃这些东西 怀孕 你的意思就是说怀孕了以后 就是说尽量不要喝咖啡吗 对 不要喝咖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咖啡会因为里面咖啡有一种叫咖啡因嘛 嗯 咖啡因的话它可以引起小孩子也可以引起女性的流产 你说咖啡因会引起什么 可以引起流产 还有就是那个尽量不要吃 但是这里的 比如说在国外不是 大部分人都喝咖啡的吗 因为大部分人就说 因为我国内华人跟那个国外的人是体制不一样的 好的好的 那么还有什么螃蟹呢 山楂可以吃吧 螃蟹不可以吃吧 螃蟹是可以啊 螃蟹的话尽量就说我们要 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食物的话 有些它那个含那些一些有害物质比较多的话 就尽量 因为你螃蟹的话 因为它是在 呃 含吱比较多的 包括我们的那个 呃 小龙虾呀 它都属于在 喜欢在那个含吱啊 或者含比较有害的里面生成的比较多点 所以就尽量这些有害物质 哦 好的 还有 还有比如说 呃因为 这里的医生说 呃 因为怀孕了会使母亲 就是说缺少那个甲 那么它就让你吃点甲 你觉得要吃吗 这种药物应该吃的吧 还是说应该要吃啊 吃甲的话 我上次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吃点香蕉啊 香蕉也是补甲呀 你干嘛有处理 啊 你吃香蕉里面也含大量的甲啊 甲量元素啊 好的 你干嘛要吃吃药呢 我不是食疗不好吗 是吧 好的 好的 谢谢 因为我们有些生理性 低甲血症的话 我们建议他每天 吃两到三个香蕉 哦 好的 你说我们又有食疗的方法 尽用食疗吧 好的 就说你要吃那个甲片的话 我也没有说反对这个意见啊 好吧 我懂你意思 但是吃 但是这个医生建议 比如说你吃甲片 那么是不是会对小孩不好 这不是 因为他生理性 就这个叫生理性低甲嘛 怀孕的话就会出现这个嘛 因为出现低甲 低甲血症的话 他会出现脚肿啊 等等一些问题啊 所以他要补点假离子嘛 好的 假片嘛 好的 谢谢 就是我建议就是吃点多吃点香蕉好一点 好的 好的 谢谢